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右边这个阵容还挺弱的 是 九筒泰坦二选一 看一下辅助位置搭配哪个比较好 感觉是吧 泰坦确实像乃莉说的 霞毕竟有一个大招在嘛 对吧 我好锁 你打他没用 你怎么打别人 其实很多时候九筒大招在面对对方 五度是奥恩的情况下 会直接炸奥恩的 直接把奥恩那个羊直接撞飞 这个英雄其实你说肉吧也挺肉 但是其实他也没那么肉 背挺火的话还是有几秒的 是 最后捕了一手打野的堂王 那位置也是已经确定了 那最后是让瑞文走去了单线 这把火药鬼挺足了 是吧 右边这个阵容又是选的 感觉你完全猜不到 对吧 最后给你来了一手 螳螂加瑞文 但这把怎么说呢 我感觉这把阵容看起来 好像就没有刚才舒服了 反而是后手 红色方选到阵容两线 有点劣势 主要还是看这个瑞文打青钢影 对线长什么样 对 因为那天也是选出来瑞文 但那把是个打野瑞文 打野瑞文一直在野区 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做 然后打团战的话 他也不太好发挥 没拿到自己那种装备领先的时间 这把主要打青钢影 我觉得前面其实也不会说 有优势或者什么 应该也就是正常打前 而且瑞文这英雄面对青钢影 5级之后容易死 容易被抓 对 青钢影锁住瑞文之后 配合打野对他的威慑力 还是挺大的 赛点局 从阵容端选择来说 这把这把这把 能不能把前期的局面给建立起来 一级也是在野区先点上眼啊 看一下你的开野路线 嗯 GT这边还是投资了比较多的事业 瑞文上千千卡被动 瑞文英雄一级还是厉害 是 有那种不知道伤害的 被动卡满 你也不敢跟他上去打一套 对 哦 这是画面切回来 蒙奇应该是被砍了一套 一级肯定打不了 是 找你一级 你打瑞文 你学二技能吧 你外圈很难扫到 学一技能吧 站在AA不过 铁男是拿血量去硬换兵线啊 下路强二级了 打一套 九筒这个应用就是圣在回不能强啊 哎呦 想撞 但是EZ跟不上伤害啊 但是还是打不过啊 我这里硬是把闪线给打出来了 而且小力这边血量也被消了很低 潘所有火力全部都打在扶住身上 中路好像这立桑桌拿着铁男没什么办法 好像是没啥办法 你看这个铁男局 我之前打牌我也遇到这铁男就是那种 你前面或许能压一压 但是你四级五级你不能被拉到 你被拉到一波直接满血你就死 是 这运气挺好啊 这么早就已经开宝箱开到一个工程车 一分钟开始吃肚层 对 很细节的处理 好像错过了任何东西 蒙七上路压力还是挺大的 但是这波现在应该是随便吃 好要三包一 要包 不让你吃 这位置能包得到吗 呃 他感觉 直接踩上来挂点燃 也不好越其实 但人来了 念这波也是提早就已经落位了 知道这波上路可能会存在危险 主要蒙七这个血量其实保持的还可以 对吧 没有到那种特别残的情况 对 就这样的话顺手 念也是帮上路把线推出去 让蒙七有机会直接回家 中路有限人稍微反补一下上 嗯 但是下路这边 十五和小力的日子不太好过 对 下路的两个闪现全被打掉了 一则是九筒感觉有说法多了 而且这样的话下路双闪还有一波进攻的机会 阿龙已经在旁边叙事待发了 看右边给不给机会了 知道没闪现这波线也不敢上来吃 这波上来真的露头的情况下真的会有危险 还是想慢慢扯前 还是这波不能换血 因为知道剑机这边B在下的 没错 对吧 他前面十多人也给眼了 知道剑机路线上刷下的 这个时间 呃 刚好是刷完下路五级 要做十多人来了 看到了 大招刮一下 但是这样的话很亏啊剑机 嗯 这上路野区都刷了 要硬反这个蓝buff 但右边现在这个状态还不错 九筒大招直接给 利桑如果来要表陶牢 有机会 陶牢直接被击杀掉了 而且被动兵女直接炸起来了 但问题的确是兵女也没处理掉 而且位置很差 尼泽交了一个闪前过强 霞出的位置有点好 而且潘没蓝了 没蓝 还想追还想追 一打三了 又三要 汉只能卖自己了 阿龙在旁边也只能看着 这波说实话有点强行 是有点强行 而且全是交闪现去留的人 对啊 强行跟了属于是 这个霞的输出位置也是非常好 是的 一直在那边打伤害 上路目前来看 紫涵压猛期压的还是有点凶的 2T脚结构所拉开 但还好 其实经济没差很多 没差多少 大概了两三百块钱 70上瘾了 但是刚刚这波转对于RCD来说不转 很贵甚至 而且这样的话阿龙出发也会刷得很难受 有点太过强劲了 但还好把杭龙打出了一个死亡闪 小力这个有点失误了 他这个二转羊没敲到 敲到的话感觉好像四人全死 对 只有阿龙能跑 我看了一下那位置 还得再死个九头 九头肯定跑不了 但你看现在打野的经济 对吧 就 狠狼死一次情况下 现在经济领先 你领先几百块 就刚才那个 玩的对于间接来说太伤了 因为他是 蓝开刷下来的 他是浪费了自己第二组刷眼的时间 在那边打架 阿龙蹲太久了 这把觉得也是有进攻的压力 哎 顶端了 但依泽这个位置好有点悬啊 有点护 有点护 打了一个冰川出来 减速到了 是我和小丽的闪蟹都赚好了 啊 资源团是选择优先站住位置去打小龙 要要打呀 这波看来BBT这个站位 对不想放 这位置不想放的 蜜蜂吃完了蛤蟆正面 山羊直接叫 哎 小米啊 有点打不过 但状态很残 顶个三个 还可以拖一下 青钢颖跟瑞文在侧翼打成一块 但是位置被卡住瑞文先到周路 要少一个人啊 霞顶上来大招点 到锋 没拉到 小丽上来 刺激也很残 那这波热顶上来 这波热顶上来 看热顶上来 看热顶的位置 几风斩 紫涵这波伤害打了很足 但被盖住了 没有人补出错 这波RCD被打退了 有点小爆炸 但是好在都没死 而且宇峰这位置不想放他们走 感觉有点回不去啊 这要被打断啊 这感觉在塔下 回去了一个一回 但是你回了兄弟们怎么办 兄弟们感觉至少要死俩吧 海闪接顶顶三个 这波完美 两人送他 完美考他 到底完美吧 好像并不是特别完美 好像不太完美 是的 确实不是特别完美 确实不是特别完美 二皇二 二皇二这样就不断了 但是说实话 这波打完还是血转 对 那个BBT把龙拿下来了 主要杀这个铁男 交了太多技能 是 所有技能全给铁男了 还没秒掉 铁男死之前 还关了EZ打一套 对 别把EZ打了半血 铁男 伤害拉马的 诶 确实挺不错的 又剪了 又攻残射 反正现在推过去 又能摸两下了 对 还有三十秒的肚层 这放了能摸两层 放了 会不会被人直接打掉 啊 这现在子涵很来劲啊 放了自己 见面就打了 我可以切 你这神分没合出来 兄弟 好隐身了 过来先打一套 把你状态打残 哎 这个笑容被抵回来了 但有大招 但没闪现啊 呃 应该能够 那队友怎么办 但人都来了 阿龙选择直接破空斩过桥 格挡一下 没有被倒勾倒 但雪梁被打踢 那 这个资源保空了呀 是 术线没了 自由套单直接掉了 想越啊兄弟 有一个盾 先把塔拆了 红奇怎么办 往哪跑 没闪的 我要单杀了 哎呀这把直接单线被子涵突破了 老师 我们家子涵 太优秀了 而潘这个位置看到 陶浪第一时间直接就要闪现 感觉局面有点坏了 而且 左边这阵容 打到后面真的不好打 是的 局面感觉有点坏了 主要是把瑞文1v1把这个青鸭影突破了 我有点没想到 确实 对吧 反正下把要换人了 原本以为的局面是上路这个点 至少是个军事吧 路路换了一套血 伊则被打了一套 后面又一套 问题不大 而且左边感觉现在有点开不起来 青鸭影在烈士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主动去 溜人 直接开大找堂牢 伤害差了有点多 好 好 好像直接跳一跳 哎 钥匙 钥匙 被秒了 撞两个 伊则也被秒了 后续蒙奇勾索赶紧跑 但是这波 好像也没什么后续了 这没啥后续 两边AD的一波人头互换 念着位置是卡了一个视野进来的 好像第一时间不知道在草里 嗯 15大也放不出来 但现在优势对于BBT来说还是非常大呀 五千里领先 再加上这个阵容 而且再加上一点是单线优势太大了 而且再加上一点是单线优势太大了 对啊 真没道理啊 这单线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呃 感觉蒙奇还是想太多了 其实老老师塔下吃兵的话 我感觉瑞文拿他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对 感觉这把 我子涵打猛击那么来劲啊 这把确实来劲了 这把也不管你有没有人了 主要现在子涵装备有点好呀 这个黑切加一个坟天 是 左边这种小脆皮阵容 这打团感觉大招可以一直刷新啊 二十秒第二条龙 这条龙我感觉RCE好像有点难看 接不动 这个时间点对于RCE来说阵容有点劣势 只能人往上走看能不能去换一个上路战略 啊对 我觉得 他们可能还想尝试让阿龙过来看 有机会能去抢一下 阿龙是没有想着去推上路的 但是正面要应接龙这个团是打不过的 搞有点尴尬这把阿龙玩的是剑击 也不是那种很好抢龙的英雄 对 小强硬打 这不要应接了 操作一下哥几个 哎 彻底进了打一套 没有所有技能全往上砸 哎被拉三个了 但还好 队友都跟不上 点击 尤萨 尤萨看点了一下 战友装得很好 彻底拉成一块 尤萨是单对待那个状态 比女仙被秒掉 大招都没放出来 铁南虽然倒了 在这边左边已经没有什么状态了 刮了 铁南虽然找瑞文 杀一够吗 瑞文作战力很强 在四前这半两个全部的击封斩还在 紫涵 大杀四方三杀到手 紫涵这个瑞文 有点能打 太帅了吧 也被逮到了 这波直接是给左边打了一波团灭 呃 还好没大龙 有大龙 激累啊 但是感觉已经有点 已经有点 这一半了 冒烟了 基地在冒火 感觉已经燃烧起来了 哇 这里打的实在是太勉强了 主要没办法 这上路养了个爹出来 兄弟 这打团生意太大了 而且这波念也有失误啊 你看大招都没放 在团这直接被秒了 他大招给自己可能会有变化 要直接 其实他直接大奥恩也行 感觉把奥恩秒了 我感觉小离这位置大奥恩 他直接死了 对 然后或者这边直接找优萨 但他这个位置确实跟队友有点脱节 他一天不知道往哪去 是 然后冰爪进来一个二技能空了 然后顶了一下 被控死了 念这边被控死也很少 不然AOE这波冰霜领目给自己 至少能够AOE大四个 而且子涵这个联盾带回血带刷大 游龙 正面又打起来了 找小离 小离没有闪了 闪高已经交掉了 再刷也不够 已经追到塔下了 还要再杀吧 九度八度再加一下 子涵又来了 坚持有倒下的情况下 后面 这优萨又绕后了 蒙奇被猫往后走 但优萨很凶 闪现过来直接开打流人 挂上虚弱 就是要硬流捏 盘感觉点走不了 奥数月前景将过的时候 是没有闪现的 一巴掌直接拍死 紫涵再获双杀 有想法吗 好像没什么机会啊 经济已经要破万了 这个龙打完就感觉要记了 BBT势如扩竹 感觉是要平推的节奏了 对 现在这个局面感觉 左边已经有点守不住了 而且这铁男打到现在真的无解 太狠了 你现在秒也秒不掉了 真的秒也秒不了 然后 关键他对你一个单点关进去之后 还可以直接在里面直接把他击杀掉 EZ这波其实已经操作得很好了 技能全躲了 技能全躲了 被A死的 套了个虚弱硬A死了 对 AD克星 不是 这直接给铁男做 这没问题 感觉他们应该也是那种随机的 阿龙这波不要被单杀吧 有闪的再勾引 不敢 刚才这堂上装备真的好 三件套 这两爪子直接给阿龙挠没血了 打不动前排了 对左边这阵容打前排一直是个问题 上路二塔已经掉了 保守 这高地守住了一波线 那下一波线怎么办 这波感觉RC得出来打吧 还是得找个机会来开 这不打的话 这个龙感就要把上路平坏了 这个龙感就要把上路平坏了 这龙感稳定一下 阿龙振了三个 季风战斩 AOE伤害时代太高了 又刷了 阿龙一次血 还好没有红buff 到他没有套死了 那这波应该是个破两路的节奏了 破两路了 一波应该是有点难 对应该要再等下一波 但是两路已经足够转了 两路推完吃野区 经济 达到了一万 对一万多了 已经奔着一挖二去了 我感觉现在RC应该要想着下一把了 这把感觉应该翻盘无望了 已经在研究下把的BP了 对 这把赢下来对于BP来说很长士气啊 主要这把感觉冰女这个点难受住了 是有点难受住了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这把打野换个芒僧 会更好打一点 节奏啊 就是芒僧有节奏 你感觉跟冰女没什么配合 对 大到人了 剑技第一时间上去 那个人好像也死不了 就芒僧跟冰女的联动 是大谁死谁 除非那个人在剑技脸上 可以那种一秒撕破 对吧 但有点难 是有点难 不会有人走到剑技脸上 而且现在右边三个水银 这冰女打她 我不知道她大谁 大自己呗 没问题吧 大自己有什么用 那只能大自己啊 那你大谁啊 瑞文大不死 然后周路还是一个石像鬼 这只能大自己了 龙魂了呀 这龙魂也只能给了 看都看不了 这艾口位置完全被卡死了 这逃到一根solo就完事了 都过不去 还是个土龙 这最不好的 对最不好的 这本来没伤害 这更打不动了 右边这两个前排顶在前面 再加上一个土龙魂 这个盾 基地互盾已失效 不敢想 阿龙这个位置好像被视野看到了呀 有个视野 对 这是眼上盾 但那个眼在草外 他们可能以为人已经回了 没办法 现在只能有机会了 怎么说要来找他们 愿者上钩 但是阿龙一个人钓鱼也钓不着 阿龙现在其实一位一能力很强 但得看打谁 我看来右边怎么全是四箭套 对了 拉回来了 这位置 顶三个小力这波控制拉的很满 而且羊也没有急着叫 一直被打残了 哎 塔拉被盖了 哎塔拉可能会晕秒 他表不掉啊 拥挤车 看到了 上海杰拉吧 大豪扬了五个 这波瑞文感觉要收割了 吉普展一直在刷新 还能追 过来接腰带 中路线也过来了 想找易德 第三段过来震魂怒吼 晕住再大招 蒙奇也走不掉了 断魂一个拉回来 结束了呀 结束了 结果 堂牢才是诱饵 鱼饵放到了 RCD也上钩了 我们恭喜BTT 也是赢一下第三局的胜利 同时获得赛点 那下一把RCD虽然有选边权 但现在的局面对他们来说 有点难受了 让一追二 连追两局 而且在